這邊是不是已經 剛剛我已經畫過了對不對 它現在其實還沒有全乾 沒有半乾 就是其實跟你講的一樣 它沒有全乾沒有半乾 這個它是屬於一個什麼這樣的狀態 這時候呢 有沒有 它說的我往回一句話 它就覺得你直接往回一句話 它就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原本這一塊已經相對有沒有 是乾的狀態 你要再加住一個非常濕的顏料進來 這個東西 乾是不均 它就很容易會產生爆水 它就很容易產生爆水 OK 所以現在因為它現在還沒有乾掉 還看不出來 它爆水吧 就會像剛剛成菌類這樣 你看有印象嗎 就會像成菌類這樣就會變爆水 OK 因為它現在還沒有乾 它就爆不了 對 爆不了 但是這樣子就會讓它是什麼 就會讓它變成說是 顏色就會不平均 OK 那等一下我們再看看它會怎麼樣去爆 所以記得它不見得是全乾去滴入水 它才會爆水 它只要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 它們兩隻餅的肚子裡面的含水量不一樣 加在一起它就很容易就會爆開來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事情呢 等一下呢 這是你們今天的回家做燕 等一下呢 這是你們今天的回家做燕 這是一隻 燕 燕 燕喔 好高級的 如果是我昨天的話 它是一隻小鳥 這是個燕子 請你回去 然後去一樣在這樣子的一個紙張大小上 這張大小喔 十六塊大小上面 幫我把這隻燕子畫上去 先後圖 畫上這隻燕子 然後一樣是用帶水平圖法 一樣用帶水平圖法 幫我把這隻燕子 平圖出來 OK嗎 不OK 不OK 大家一起玩 可以在上面拿到這隻燕子 什麼意思 什麼樣子 一整張